行进中的倒滑双脚跳是挑战运动员平衡能力以及腿部和核心肌群力量的技术,可进阶为训练加速的高级动作。 运动员滑行中向下蹲坐进入倒滑双脚溜滑,双脚与胯同宽,体重平均分配双脚,上手持球杆另一只手稍稍抬起掌心向前,收紧核心肌群,平衡于平刃,之后脚尖发力向上跳起,将双膝向前胸靠拢,落地后恢复倒滑冰球预备姿势。 运动员滑行进入倒滑冰球预备姿势,之后抬起脚跟从脚尖起跳,将双膝向前胸靠拢,随后脚尖先与脚跟落冰,身体压低来缓冲,当恢复倒滑预备姿势时,本动作完成。 运动员没有运用冰刀的平刃形成正确的倒滑冰球预备姿势,没有使双膝向前胸靠拢导导致跳跃时爆发力和高度不足,没有在落冰时身体压低导致降低平衡性, 核心肌群不够收紧导致上半身松垮且爆发力不足。